朋友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瑪雅人對上達羅皮圖倫 這場比賽是精選賽斯 由於是賽斯地圖關係 所以開場一開始的地圖 是會比較蠻平衡的 稍微來看一下這個比賽地圖 平衡性到底在哪裡吧 這邊有看到黃金礦在後方 其實對這位瑪雅 丹尼爾美國頂尖選手 非常的有優勢 果子在偏外側有點危險 那墓區來說的話 總共有四片 那距離都差不多其實還算OK 那你們看對手這邊其實也是 四片墓區距離都差不多 而且金礦也是在後方 然後果子一直偏前面 應該說偏外側 所以其實像看到比賽的阿拉伯地圖 真的會相對平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他們不把阿拉伯地圖 變成賽斯地圖 每一張大家都變成平衡 天梯這樣爬分也會比較正常一點 但仔細想之後這種隨機性高的地圖 好像也可以讓遊玩有更多的RNG 這個隨機性出現 遊玩感覺好像也會比較有趣一點 所以我其實也沒有很糾結這個賽斯地圖 跟阿拉伯地圖的差異 到底差了多少 那我覺得變成天梯阿拉伯地圖 其實也是蠻好玩的 有時候可以考驗自己的防守能力啊 或是不為家開農之類的 好每一場的隨機性喔 雖然可能玩起來一開始會很痛苦 但如果真的能練起來 或這樣擊敗對手 通常都會有蠻大的一個成就感 好這邊老一一開始就想開桌 你太狠了吧 那順帶一條 鷹刺猴這個單位是比較特別的 黑暗時代的話攻擊就有4攻 那本身刺猴的話是3攻 所以在黑暗時代的刺猴是會打輸鷹刺猴的 所以鷹刺猴可以在盡情 盡情在黑暗時代開稿 那這邊最搞的是居然還偷了兩隻羊回家 哎呀這個丹尼爾太狠了 好那我們就先來講一下 瑪雅這個文明吧 瑪雅文明的話一開始村民會多義村喔 所以一開始經濟來說就會領先對手義村喔 那再來就是他還可以這個義村領先的話 比較算是於一開始領先義村之外 馬上可以點下執布基礎的關係 所以前期馬雅人被騷擾被圖到村民的幾率會被降低非常多 至於右這邊如果打什麼2棒棒3棒棒 很有可能會打不到東西喔 3棒棒比較無可能 但2棒棒的話可能還是就純騷擾 那還有一些什麼極限棒棒打法 更不可能打到馬雅人喔 所以我是覺得馬雅人這個一開始的織布技術 這個算是蠻關鍵的 那他的弓兵呢還算是比較便宜的 再來封建時代可以便宜10% 電動時代可以便宜30% 我記得這個馬雅羽射手跟這個強弩都算是工兵喔 但戰錨沒有算 所以馬雅羽射手後期可以省下蠻多黃金的喔 而且也可以當馬公使用 那再來就是他的黃金果 算是勞鷹科技裡面最實用的了 黃金果可以讓勞鷹增加40滴血 直接高達100滴血量 因為本身馬雅人算是沒有馬的文明的關係 所以機動單位喔 只能靠這個鷹刺猴去替補喔 那鷹刺猴的話又需要這個50黃金喔 雖然是造價小貴的一個機動單位 但不出就沒辦法 那出的話血量就很少 只有60滴血喔 但黃金果可以彌補這個問題喔 讓他高達100滴血 基本上可以當之騎士使用 所以我覺得馬雅人後期黃金果是相當關鍵的 再來就是後期的那個蛋蛋戰喔 也是打對方攻兵很好用的一個選擇 那稍微講一下為什麼這一次會文明介紹這麼久 是還是有觀眾 會希望我把文明講解的比較透徹一點 那我也希望可以講比較完整一點 那如果您對於文明上的一些理解已經很透徹了 不需要聽這些介紹的話 可以建議自己快轉到後面 或是直接靜音也是可以的喔 那我還是比較希望推向這個世紀帝國 給更多人知道 所以前面的講解還是會稍微細一點喔 那如果不耐煩的觀眾 那還請您多多見諒啦 那這邊又 又果然喔 被塗到了遺寸 這裡有個屍體喔 那你看這個陰刺齁 黑暗子彈果然拿到遺寸 非常的可能 然後再兩棒棒來不及為 可能會打到一點東西出來喔 哇打著打著又要出來了是不是 好這邊用鷹刺猴卡村民衛 但是右這邊走位走還不錯 哇還差一點點就可以跑掉的啊 很可惜喔 對方鷹刺猴也沒有倒 那這邊可能要趕快拉自己的刺猴 過來去解一下對方的鷹刺猴 因為剩下五滴血喔 基本上一直追著打 是一定可以追著死的 所以他這邊鷹刺猴也不跑了 直接回頭反擊 盡可能把對手的刺猴起一邊喔 換到一點血量 好這邊趕快再去補下 木牆喔 好那我們就稍微來講一下達洛P圖 達洛P圖這次改版最大的一個新增能力喔 是這個工程器的木材消耗量會減25% 這個效果可以很有可能讓他在城堡時代喔 跟賽爾特的這個職程生頭打法相停並論喔 因為一直以來為什麼賽爾特的生頭打法這麼強勢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伐木加成 所以木頭採取很多 那如果達洛P圖有這個減免效果的話 可能讓他在城堡時代打這個生頭戰術喔 更有這個優勢喔 而不是只有55開喔 可能現在打這個生頭會有64開的一個小小優勢 的一個存在 讓達洛P圖一個操控性喔 跟這個選擇性有更多的一點 那達洛P圖以前算是勝率最低的新文明的 開局的一個文明 那我覺得他這次被上修太多了 以前沒有火炮現在火炮 然後現在又有這個工程器木材減免喔 我真的覺得達洛P圖可能會變成一線文明 強化非常多 那再來就是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每升一個時代都會獲得200木頭 這個能力看起來對於一般玩家來說 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差異喔 但是對這些點尖玩家來說 這200木頭可以做很多試體喔 比如說你可以撒三片農田喔 或是直接再補一個射箭場喔 雙射箭場有沒有 本來有這個木頭壓力在 直接沒有 雙射箭場下了之後 冰火要慢一點下 然後趕快去爆出21匹小弓 哇 這邊又吐到一村 哇 丹尼爾這邊太狠了 居然直接兩棒棒還可以再拿一村 這兩棒棒真是價值連城喔 攻兵出來這裡也無所謂了 這邊趕快棒棒跑著 去當這個 當眼喔 去當偵察兵也是可以的 我覺得可以拿到兩村 優勢是非常巨大的 應該這個村民領先非常誇張 25村打22村 好 那順帶一提 打魯P圖的這個能力喔 有這個捕魚的 攜帶量的 算是加倍吧 我記得是可以15 沒關係我們就直接算加15好了 就15的攜帶量 所以他的攜帶量 讓他在漁船跟漁夫的捕魚量 非常多 打一些海圖阿 或者是打四壺這種圖的時候 就會特別有優勢喔 那再來就是他的均勻科技是減半的喔 所以他打這個裝甲步兵的潛壓 黑暗時代打這個封建裝甲 是有點小小優勢這樣 這個投資成本並不需要這麼高 你可能三斑斑按下去 再點一個裝甲步兵的升級喔 也不會那麼心痛 而且說不定還可以打到點東西 然後三時代上去又200木頭 就可以即時撒田 也不太容易會斷肉 所以打魯P圖在前期的一個發展性來說 算是比較有彈性一點喔 不像以前這麼的死 雖然這是以前就有的啦 剛剛我有點講錯喔 這以前就有的能力喔 所以以前還是可以這樣打 但最近玩家比較少這麼打 還是比較會把這個升級200木頭 直接投資在弓兵上阿 或是直接轉滿就 或是直接去撒更多田 比較屬於他們這個打法 一開始我講這個三棒棒的打法 現在比較少了 一開始還蠻常出現的 好那後期還可以轉是這個邊劍兵喔 那邊劍兵的話有這個蓄力效果 打這個擋尾有地下有這個one punch 這個你們看過一拳超人 地下特別的痛 但他不像一拳超人喔 每一下每一拳都很痛 就只有那一拳很痛而已 所以這個打我P圖喔 到我後期這個邊劍兵喔 這個使用方法其實有點像伯格蒂的馬上清裝兵一樣 哇這邊修農田耶 世界奇觀 居然還有餘力費去敲農田 好那丹尼爾自己的弓兵也出來 但這邊走位很漂亮喔 又這邊直接往前貼了上去 沒有想要躲避對方的箭矢 跟對方來個222交換 但你想說為什麼瑪雅不是弓兵有減兵嗎 為什麼輸對手這麼多 反正這個就很明顯喔 這個就是WP圖的200木的優勢喔 直接多一個射箭桶出來 容易抱得贏對手的弓兵喔 這個數量 那個傑免喔 反正是要到地龍時代喔 比較有感覺喔 封劍時代真的是減這個10%喔 不會像直接給你200塊這麼的有優勢喔 所以為什麼又這邊可以一直 把對方按在臉上打 就是這個原因喔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瑪雅這邊喔 丹尼爾是想要直接職程的關係喔 所以並沒有出太多兵防守 不然正常時候 這邊應該是要出現毛病去反擊的 但是這邊還賣了石頭喔 然後還把這些經濟喔 全部補到城堡時代了 你看看非常快速喔 大概快15分鐘就點下了 基本上是一個職程打法 那WP圖喔 最精銳的還是這一個 烏織鋼科技喔 這個金罐呢 可以無視喔 對方的防禦力喔 像你的騎兵阿 輕騎兵喔 那為什麼是輕騎兵呢 是因為他沒有騎士喔 DWP圖是沒有騎士的文明 所以他只能用自己的輕騎兵跟大象喔 去使用這個烏織鋼科技喔 所以他本身馬的路線並不會太強 沒有三防也沒有品種 所以輕騎兵相當弱喔 但是攻擊力喔 會特別的好 因為他可以無視對手的防禦力 所以基本上跟對方互打 數量力多還是挺有傷害的 那最近的DWP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有步兵喔 這個裝甲步兵 然後轉一些輕騎兵 或是大象是比較少的 輕騎兵加裝甲步兵 還有這個攻兵路線 還有這個相攻 或是矛兵都可以 矛兵配裝甲 然後再配一些火炮 還有這個工程器喔 算是現在主流的DWP圖的一個打法 比較有強勢一點的做法 是這樣子的 發現 我只要沒有把全部資訊講出來的話 還是很多觀眾會疑問說 欸我怎麼沒有講到這個 其實不是我不想講啦 只是覺得有時候自己 講到自己覺得自己太囉嗦了 所以沒有把所有的戰術全部講出來 其實我 這個頻道一開始拍片的時候也是這樣講 覺得應該要保留一些戰術喔 給觀眾留言喔 給大家去發揮或討論喔 會比較好 那我發現我不講的話 很多人會質疑我 說欸為什麼這麼好的招式 你沒有講啊 還有這些細節你沒有講出來 其實不是我不想講 只是覺得有時候講太多 大家就沒得留言 但我覺得這個一開始這個策略 確實不錯 給大家有這個討論的空間喔 確實喔 一開始的討論量其實還蠻多的 當然也有這個負面評論的聲音喔 那我覺得大家也是慢慢習慣了 但 轉變到這個頻道中期的時候 發現還是要講一些細節的東西喔 大家可能會比較有興趣一點 所以我最後還是把一些很多細節上的東西喔 拿出來講一下 大家聽得也比較開心一點的感覺 好 那瑪雅人這邊已經升到了奴兵了 這個奴兵升得非常快速二級設計點下了 那這邊瑪雅會直接補大學嗎 喔果然補大學了是不是 哇大學彈道學直接點下 因為他通常這樣直層打法 然後打奴兵潛壓的話 通常就是要來直上彈道學 就不太會有那種奇怪的什麼直上3TC卡龍 還繼續被人家打 好這個的話就是只有我會做這種事情 然後被對方打很白癡 那這個瑪雅達尼爾就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弓兵繼續前壓給對手繼續壓力 應該這邊就要必要收村了 而且現在還沒辦法升級奴兵 也奴兵升級海中需要一段時間喔 這個弓兵也沒有回家的意思 可能也打算要給對手更大的壓力喔 好彈道學也已經好了 中了這個一定中彈道學好了 好後面再補下更多的工兵 那WP圖這邊可以趕快上村口時代補一個TC 然後再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為什麼要蓋TC 是因為這邊是重要的黃金礦區 如果這邊補下工程器製造所的話 這邊肯定是不能蓋TC喔 這邊木區跟黃金礦的村民 肯定是被弄到生活無法治理的 這邊可以考慮喔 直接去按毛病 然後升級這個戰毛病也是可以的 但他這邊應該會想要趕快出來喔 因為他應該知道對手的 投撤阿或是戰毛病 準備蓄勢待發要來讀口 這邊可能會先行撤退了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會想要走 我覺得太危險了 如果你們有看過我打的影片的話 就會看到我的那頭工兵想要出去 結果直接被拍成白癡 對方投撤拍爛了 有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阿我這個分段對手應該不會這麼強吧 結果對方也是出頭撤喔 把我的工兵給砸爛了 就是有時候就會太低估對手 其實玩這種即時戰略遊戲喔 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低估對手 即使是遇到一千份的玩家 我現在也會很謹慎喔 盡量盡可能把自己的流程把到最好 好 那這邊工兵有數量上壓制 但是沒有彈道血喔 所以這邊打得非常的歪 好 那邊戰毛兵出來 那目前打魯P2有這個毛兵上的優勢喔 毛兵的話的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25%攻速加成 可以讓他有這個戰毛攻速最快支撐的一個文明 好 下方這邊工兵直接做一個集結做一個反射 那由於 右這邊沒有彈道血的關係 可能會因為射程關係 然後打歪 然後造成數量上的一個劣勢喔 結果這邊沒有繼續追擊喔 反而是直接回家 好 工兵往外走 那這邊很順利的開下了3TC 那他這邊直接省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非常的賺喔 本來應該是要用工程器製造所去抵抗對手 那直接省下200目 轉出這些毛兵戰毛 好 似乎比這個投車更有這個價值的感覺 而且穩定性更好還可以顯壓反壓回去 好 工程器製造所直接貼在外面喔 更好 你這樣子投車一出來 可以有給對手更大的壓力喔 去潛壓也是可以的 而且這邊還有小小高地喔 如果能蓋這個地方是更好 但沒有辦法這裡對手家裡太近了 選一個次要的高地喔 反而是更好的選擇 然後這邊可以考慮補一下修道院啊 然後待會有這個優勢的時候 就可以來這邊蓋城堡 做一個更大的潛壓 那也要看喔 瑪雅這邊能不能 會不會讓對手這個機會蓋下 因為他這邊 投車按的數量其實有點多了 所以他其實我剛剛出的這個打法 他是不太好成功的 所以很容易會不會對方反打回去喔 好那這邊工兵直接分兩隊來了 哇 丹尼也只要兵分兩路了 呃 TC的部分還沒有補下喔 打得非常強軍事喔 敢完全不補TC的原因是因為他把石頭賣掉了 一定要挖石頭 所以TC補的時間會偏晚一點點喔 好 頭車這邊砸了一發可以換掉一台頭車 OK 打了迷途又 這邊拿到優勢 哇這一頭頭車砸下去又換到了更多工兵 雖然這一頭車也被換掉了 但是一換二而且還換到一堆弩兵 也是鑽爛 好 這邊有兩隻工兵直接 再繼續在這邊盧盧小小 但沒有貼近喔 可以貼這個木牆 木材去喔 可以收到這邊村民 那這邊應該 已經在發射的關係喔 所以對方 已經知道這邊已經有工兵在鬧了 應該會拉一些兵喔 去做防守 好但是右邊這邊也是有頭的工兵 想要繼續往上 繼續打一波雙線 當然左邊丹尼爾已經失敗了 右邊這邊還要再來嘗試一次嗎 這邊右的防守還是打得非常漂亮 那這邊出來喔 挖石頭的話 我覺得這邊可能要蓋個燒彈會比較好 如果沒有燒彈的話 你沒有視野上的一個第一時間反應喔 也有可能還是會被對方的彈道雪的工兵喔 直接射歪跑出來的村民喔 會非常危險喔 所以就這樣子 直接出來挖的一個缺點就是這樣 好四隻村民 哇很虧 哇被射了四村才發現 直接撿兩百肉 還有這個四村的 台積的時間喔 真的很傷喔 看其實你只能在打的時候 你沒辦法顧慮到這麼多細節 我自己打的時候也是 所以這些都是理論上的東西喔 好 頭車過來 可以波 直接V陣 再V一下 漂亮 哇 把DANIEL的細節操控還是不錯 這裡再V一個 哈哈 秀蘭對手啦 你看這個V陣喔 就可以完全躲掉頭側的傷害 功力可以近前的反擊 好那瑪雅這邊終於有這個石頭了 200石頭 會補下TC 3TC已經補下了 OKOK 那這邊的石頭應該大會繼續挖 就要來出這個瑪雅與射手了 因為對於上達羅皮圖的話 他本身算是個工兵 呃 不工文明喔 但他工兵路線是比較偏向大象跟毛兵的路線 那如果他是走他的主要步兵路線的話 出這個瑪雅與射手優勢就很大 但如果出瑪雅與射手的話 達羅皮圖也很簡單喔 只要全出戰毛兵就可以防守 那也要看丹尼爾這邊的騷擾給不給力喔 好這邊又可以打到一兩村應該沒問題 三村 好這邊有兩邊工兵 但這邊工兵進去可能會被砸 直接撤退 兩邊工兵都一次我在控喔 因為我這邊沒有開出第四個TC 有點尷尬 應該這邊喔 補一個TC出來會比較好 這個地方實在太危險了 或是這邊喔 傷命金礦術也可以 哇 頭頭直接砸了一波 又死了好多村民 明明3TC先開一下的是右 但是村民術卻被拉得很近喔 因為丹尼爾自己也知道 對方已經開農了 而且自己就是賣石頭上城堡時代 開TC的話通常會慢對手 所以這邊不如強軍是一直把對手打殘喔 我覺得這個打法大家可以學喔 但是這個打法的重點就是 你要一直瘋狂的控兵喔 千萬不能像這樣子 就是你一直在控家裡 然後兵沒有控 剛剛講完 就被砸到一把 喔這一波差一點砸到耶 哇很可惜喔 臨死一 臨死的一頭 好 那果然喔 這個沒有一隻控兵還是會被直接砸爛 但我覺得右這邊已經 不是丹尼爾這邊已經控的很漂亮了 他這個控兵已經做到很多事情了 就算被投爛喔 也是價值連城 果不其然這邊投車喔 直接上這邊的高地喔 開砸對方的TC 建築物還是有優勢的 這個少戰就差得很漂亮 好這邊單刀雪中補不下 喔戳得掉 OK 銀石頭就這麼好 這邊很想要再去追擊 這樣還是要硬戳掉了 50黃金 換人加260 黃金算爛了 欸沒有換掉 欸這邊銅下 哎呀殘血啊 這裡面控好 沒了 好這邊又其實有點小虧喔 雖然TC差點打得到 如果能拆掉的話會非常賺 很可惜沒有成功 那馬爾這邊目前已經停村了喔 停村要上帝龍時代了 這個蠻平顯的 988RO 1000RO OK 帝龍時代可以馬上補下 這邊打一個 偏有點樹地喔 長軍式轉3TC之後馬上再補下帝龍時代 通常這個打法我是不建議啦 因為你很容易 點地龍這段時間喔 就會被對方給打死 如果對方是一個正常龍 然後邊出兵 爆兵給你壓力的話 你很有可能會因為這波 點地龍時代沒有足夠的兵力喔 甚至沒有城堡防守 然後直接GG 所以我覺得你要打這種 樹地 單TC 然後轉3TC 然後再升樹地地王 這個打法的話 你這個城堡一定是要趕快挖出一棟來了 至少一棟 安全一點的話兩棟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手就要配多一點了 大概配到六個人 或七個人左右 雙城堡防守會比較安心一點 由於丹尼爾這邊是 經驗 這邊 頭車先點 水啦 三台頭車 算爛了 結果這波城堡很OK喔 而且現在還有實在上優勢喔 大會頭車一出來 還有這個 先行頭車的傷害 給對手極大的壓力喔 而且待會還可以繼續拼這個 強弩的三級喔 但這邊工兵已經停了喔 所以很有可能沒有要再繼續出工兵喔 可能會轉這個羽射手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強弩直接射爛這些村民 應該這邊多線喔 一直打都很漂亮 好 滿好這邊轉出了英勇士 贏甲跟練甲 一級房跟二級房都已經補下了 好 這邊頭車砸 哎呀 沒砸中 可惜 好 毛兵過來防守 攻速真的很快喔 跟一般的這個 戰毛兵的攻速真的差蠻多的 好 這邊城堡局對射應該沒什麼問題 T是應該能守住了 連修都不修 非常的 分放自我 好馬上補下了一台 巨型頭司機 那鷹刺猴這邊才在升級了 升級好鷹勇士 好 對著自己的 奴兵喔 剩我差不多了 看這邊鷹勇士出來 直接無雙 你打這些鷹勇士都是一滴血 直接搓爛這些戰毛兵 看到老鷹爆老鷹出來 其實打鷹匹圖內心 靠 對方老鷹太多了吧 我又沒有騎士 現在只能出步兵了 如果一出步兵的話 與射手就可以出來了 這個就是一個克制關係喔 打鷹匹圖 這個砸得有點漂亮 雖然自己砸到自己的兵 但 還不錯 並不賴 這 老鷹的血量掉得非常多 好 這裡補下一個城堡 OK這個城堡蓋得非常漂亮 甚至偏保守的位置喔 雖然軍營投司機 還是有可能在這個斜坡上 架起來 然後直接開拆了 後面一點 也比較安心 如果他只能加這個位置的話 你可以用投車火砲去解 比較簡單一點 那這邊投車 還在去打對方城堡 這個城堡沒有要修 應該是要來選擇放棄了 那如果放棄這邊的話 基本他就門戶大開了喔 因為這個TC可能是手座 這裡建築物可能也是蠻難打的 第二道防線的話 可能要把城堡拆在這個位置 偏這個位置 不然這邊這個窄口 很容易被直接 老鷹飛進來 然後直接被塗光 是很有可能的 好 那果不信啊 這邊WT就點下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點下 由於他的科技是半價 所以劍兵有勢的升級也是相當便宜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軍營版的 這個普根蒂 普根蒂的馬 結果科技也是半價 那打我屁圖是均勻科技半價 非常之省 再搭配他的地獄師帶著烏茲鋼喔 哇 這個非常漂亮 但是烏茲鋼這個效果 對老鷹沒什麼太大感覺 因為老鷹的本身好像就偏低的喔 進一防只有零 只有這個三級甲的三防而已 所以烏茲鋼打老鷹真的是偏洋 那我覺得打這個老鷹的話 其實用邊劍兵就很夠了 當然你要轉劍兵勇士也是可以的 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打WP2喔 他的這個劍兵 邊劍兵喔 是沒辦法吃到軟甲激素的 所以這邊轉這個劍兵勇士 確實是好一點 在這次的改版喔 裝甲步兵是能吃到軟甲激素的 打WP2 讓他有烏茲鋼的效果 抗箭矢 然後又可以吃到軟甲激素 烏茲鋼 這個是非常漂亮的一件事 好 這邊提示層被拆掉 村民直接跑出來 但是看到 長劍兵變成雙龍劍兵 只能瑟瑟發抖 往後到處逃竄了 好 阿阿果然轉出女射手了 那這邊有點下軟甲激素了嗎 軟甲激素還沒有點這個樣子喔 防禦還沒有點 欸已經點了 他軟甲已經點了 OK 被這個雨射手射到還是很痛 麻雅雨射手的一個缺點喔 就是攻擊力比奴兵少一點 射程也是少一點 但是其實防禦力遠方會多一點 跑速來說會比較多 點到精銳的話會有65滴血量 比奴兵生存的機率有更高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打這個麻雅雨射手 最重要的就是控兵 控兵控的好 你對你的手勢很有自信的玩家 然後打這個麻雅雨射手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這邊見面有四節生蠔 三防也點下 好 達羅P圖攻擊力也在補了 但是這邊肉很缺喔 轉步兵卻沒有灑出更多農田喔 這邊法木狗應該是要全部轉農田才對 這自己能安全種田的地區其實也不多 因為麻雅雨射手有機中上的優勢喔 你看正面要灑農田也不容易喔 這邊很容易就被突進進來了 很麻煩 要灑農田只能到後面灑 但後面也沒有更多空地喔 只能灑這個位置 哇這個TC應該太慢了 還是被燒了個一波喔 那麻雅雨射手射出也是非常快速喔 所以打村民啊 或者是打布兵喔 其實效果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還不怕對方TC 就像這樣子可以直接走進去 雖然現在這邊是射這個老鷹的關係 但你看這個 射了雨射手跟他們抓癢欸 唉 這個雨射手就是這麼的麻煩 好 那數量開始變少 劍兵友是上來砍個一兩刀 但是追不到 好 雨射手還是有跑速上的優勢 更多雨射手過來 好 首先這邊蓋個城堡 果然這邊補一個城堡要來前壓了 好 三防好的劍兵勇士 遠防6 好 你們看這個 雨射手 這要射起來就開始有點癢了 雨射手的話是9溝 那有卵甲激素的劍兵勇士是 遠防是6的 所以射一下只有3滴喔 但這邊有城堡 交叉火力喔 加上這個 雨射手 互相的火力支持喔 還是不是可以抵抗住喔 這個巨頭應該可以拆掉 3巨頭可以解決掉 沒問題 這邊一直臭米被燒的好慘啊 右這邊是不是有點失誤的有點多啊 後方這邊也是喔 哇 被生活 弄到生活無法治理啦 那他是不是沒有安全的伐木區了 看起來是喔 他快要斷木了耶 好 這裡劍兵勇士開拷一波 這邊要長期駐守 這個戰毛兵防守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高地反打一下戰毛兵 雖然自己被換掉很多雨射手有點虧啊 但這個高地反打還是稍微可以接受的一個結果 好 那打火屁圖這邊城堡能守下嗎 守不下 完了 守不下就意味著人家老鷹可以飛進去 或是 點下精銳的羽毛劍射手 直接上去前壓也是個選擇 哇 他這樣沒有城堡 城堡沒有 都沒有了 我們全部都被拆光了 這個巨頭會爆嗎 好 那這邊反拆回去還蠻漂亮的喔 化學補下 化學出來之後有這個火炮 但火炮其實也蠻害怕對方的馬爾雨射手 所以這邊要不要出火炮也是一個問題 要出火炮的話你的戰毛兵就按得夠多 這邊把城堡蓋在中間這一塊 野精的位置 還不錯 但我覺得又有點涼涼的感覺 這裡一直被騷擾 這個馬爾雨射手已經做了太多事情了 這裡到處都是藍色的村民啊 這裡躺在地上的痕跡啊 好悲慘 馬爾雨射手繼續壓制 這邊我是沒有再繼續出囉 希望他全部轉成了馬爾雨射手 這個戰毛兵喔 戰毛兵打這個雨射手還是很OK的 直接上來一點村民太狠了 那這邊又要趕快把自己安全的墓區拿下來 他現在可能有可能會斷墓喔 看起來有點危險 好在後方墓區空下來了 應該後方墓區穩定了 就不是問題了 現在問題是黃金了 好 雨射手繼續出 老鷹開始又轉了出來 這個精銳英勇士 原來剛剛沒有點精銳啊 那該不會連黃金國都沒點 我看一下 欸真的沒點 哇靠 要是待會黃金國又出來 又怎麼打 那又是不是感應到什麼 他怎麼突然又在開生 古風路了 哇原來連五指環也沒點 好累喔 這裡直接上去硬點巨頭 等賺 成功手渡城堡 三台巨型頭時機 直接被馬里射手給射爆 四台巨頭直接爆開 哇這一波 詹尼爾打得很漂亮 直接把四巨頭拆光 好補下二攻 來提升一下老鷹的傷害 這就是南美洲文明 比較後期尷尬的地方 你沒有這個弱馬 可以去騷擾對手 你要騷擾對手 集中單位的話 只能用這個老鷹喔 必須投資黃金 在這個騷擾上 但不出又不行 那老鷹很強的地方 就是他城堡時代 很容易爆出 爆得贏對方的馬骨 騎士的數量 很容易用老鷹喔 去抽爆對方騎士 那通常遇到騎兵國的時候 老鷹要註點的是攻擊流 不是防禦流 城堡時代的時候 你只要數量一多 攻擊力又比對方高一攻 或是數量上壓制的時候 脫內一攻傷害會非常可觀 這個是老鷹國比較精銳的玩法 我以前也很喜歡 用這個老鷹爆 去暴死玩家 直奔1400分喔 都可以遇到龍老師他們 只可惜那時候 我們也遇到Viper 還有遇到T90 真是 好懷念喔 這個戰術喔 非常漂亮 好 好三級伐木點下 兩台巨頭 應該這次可以拿下囉 援修的村民並不多 好 三級伐木點下 兩台巨頭 這邊的防守單位也很少 有沒有太多劍兵勇士 城堡 400滴 拿下 沒問題 OK 好劍兵勇士 開始瘋狂來這邊補下 當然家裡已經四處著火了 殺人農田全部被弄爆 還有陰勇士在那邊亂戳 哇怎麼辦 這兵直接被戳到是用法治理 前線也被戳爛 四台巨頭也爆開 劍兵勇士出來防守 但是家裡已經斷肉斷肉 沒辦法出劍兵勇士了 所以還有黃金 打沒有肉就沒有劍兵勇士 怎麼辦呢 又打出了GG 哇這個 正面打 然後後面又飛老 陰家與射手 機動性單位直接打爆你全部 TC裡面的村民 這就是我說的 你家裡沒有城堡會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對方可以肆無忌憚喔 直接在你家的農田上面喔 開打 他根本可以無適應的TC喔 因為TC到地龍時代 可以算是攻擊只有1的喔 可以去補去計算對方的 一個箭矢的傷害力喔 你看高號 麻雅又是非常抗原 抗箭矢的一個 魂名喔 你看這個 精英的精銳 精銳勇士 遠防有8喔 跟哥德爾的基本防守一樣的 再來羽毛劍射手也是喔 遠防還有6喔 所以不管這哪兩種單位喔 被這個TC射到 都是只有一滴血的傷害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的部分 馬雅這邊果然有這個資源永續的效果 讓他這邊採集黃金啊 好 更多一點喔 還有這個石頭 很明顯喔 這兩個資源都是贏對手的 那木頭就沒有 不變的喔 那有玩家說 這個木頭是 不會有這個加持的 那到了後期 這個兩大資源很明顯會突出出來 這個經濟優勢就很容易打得贏對手 所以馬雅一直都是一個不弱的一個文明 但是還是蠻吃對手的文明的啦 雖然他本身不弱 但是遇到這個很康特馬雅的 這個文明的時候 就會很難打 對方是一個步兵工程器國 或是步兵相公國之類的 但又這邊沒辦法打出相公喔 很有大的原因是因為 看到老鷹喔 老鷹一出來喔 大象確實也不好發揮喔 你一定要轉出自己的英勇士喔 去打 才有可能打得會啊 雖然劍兵友是一個選擇喔 但因為如果出劍兵友是的話 是可以稍微擋下對方 羽毛劍射手這個單位 但如果你是出邊劍兵的話 很容易就會被對方射爆 雖然可以更有效喔 去打贏對方的英勇士 那我覺得這邊右也沒打錯 最重要是丹尼爾這邊打得更漂亮 騷擾一直很到位喔 一直去瘋狂騷擾後方 經濟一直沒辦法拉起來 而且城堡進攻防守也是做得非常漂亮 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城堡基本上都活下來 只有損失掉這一台 這個城堡而已喔 那我覺得丹尼爾這波 真的是打得很OK喔 很難得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個瑪雅 有這麼亮的成績了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忙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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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